現在社群媒體上面呢 很多人都會選擇自己發一些自拍照 或者是找攝影師拍照 可是這些人都是很日常的照片 可是有一些人呢 他們被稱為網拍美女 他們的照片是到另外一個更專業的狀態 然後很多人會覺得網拍美女 是不是一個就是不是很正當的工作 可是其實現在這個網拍已經是很正當 而且很專業的一份職業了 沒錯 而且他們照片都非常的好看 有些人是專門是拍藝術照 就是真的在賣這些照片 那有一些人網拍美女是拍一些服飾的 對 很多傳達的 我們要不要就是兩個人一直聊 一直聊 要不要介紹來賓 像你個人喜歡看網拍照片嗎 非常喜歡網拍美女啊 你有喜歡哪一位嗎 特別 想用出名字嗎 網拍美女滿多的九滴 有這位啊 她的風格是什麼 我搞不好她們知道啊 誰 九滴就滿正的啊 你看 我就知道我講了會沒有人知道 你還要再挑戰一個是不是 不要不要不要 我們慢慢來 搞不好這些攝影師 他們拍過的我們會認識 對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會有三個路人在這邊呢 因為他們就是現在那個專業經營 網拍這個工作的 攝影師們 攝影師們 你們好 妳好 所以你們是攝影師兼老闆嗎 攝影師兼老闆兼宅宅 他說的那種應該就是開團的嘛 團拍五團 團拍的嘛 對 所以團拍大概要多少人才叫一團 我們一團大概六人到八人都有 然後是那個線上報名付錢是不是 線上報名付錢 那我們可能三小時就跟 模特兒攝影師這樣子 邊拍 邊切磋 邊玩這樣子 玩 切磋 玩跟切磋 就會說拍拍拍 你看我這個鏡頭漂漂亮 對 對 就這樣子啊 然後那玩什麼 來玩五十十五 快點 對 模特兒就說 哇 妳好會拍 好開心 然後回頭拍很爛 整個外面都有 對 所以就是一個很心機的世界嗎 就是一個非常社交 非常社會化的一個活動這樣子 像這樣的活動 因為我知道這種就是他們 因為出去每個人的行頭都會做比較 對 你們會比說誰的鏡頭比較大鏡嗎 會 你們三個之間都有帶自己的鏡頭來嗎 哇 你這好人要超大鏡耶 好大鏡耶 我們最喜歡就是一拿出來 模特兒就會跟我們說什麼 哇 你的好大喔 好大喔 你的好大是不是 之類的 之類的 可是其實我們真正拍的時候 就放在旁邊 所以這個是用不到的嗎 其實不太用耶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鏡頭那麼大是要拍什麼 它其實就是拍那種 焦段 景深會比較漂亮的 壓縮感比較好的 可是你都沒有在用它 它是我的道具 展示品而已 你只是想要聽到那個 你的好大喔 對 然後就可以收起來了 你確定你是正派經營的嗎 我正派經營啊 因為我們只要發現 你們不是正派經營 我們立刻就報警 對喔 這裡已經連線了嗎 連線的 來 這位豪哥 我看一下你的那個 相機在這邊 已經連接了 對 接電腦的 你看這就是正派經營 正派經營 你沒有在追求大小鏡頭啊 對不對 沒有 就是小巧好用就可以了 所以你是真正在喜歡攝影 對 喜歡拍照 那你喜歡一個人去拍模特兒 還是喜歡跟宅宅們一起這樣 其實我喜歡一個人拍啊 就是有些宅宅 我就比較少參加這樣 所以他剛才說那種宅宅一起拍 然後還互相切瘦 然後又在背後說他們壞話 你覺得這樣是對的嗎 其實應該是說 Model其實她是 你要說是對的 好 是對的 你也會這樣子 你也會這樣子 沒有啦 其實我 我都是比較主要是 教他們怎麼去把照片拍好這樣子 你是真正的老師 對 就是當他們團派的教學這樣子 教他們如何去拍照 所以你不會下去一起跟他們拍嗎 我會示範 然後教他們怎麼拍照 不是吧 宅宅怎麼拍啦 Model都很專業 他們自己姿勢都會自己拍 那如果說要稍微微調 我們會稍微引導一下吧 那豪哥你的擅長的風格是什麼 就是比較明亮一點的 對 因為其實女生都喜歡明亮風 就是陽光的感覺 但是攝影師有時候常拍久 會越拍越暗 就越拍越暗 越拍越暗 你會發現他調性好像改變 所以老闆你是喜歡暗的還是 我已經越拍越暗了 我已經拍到最後去 你心已經黑了對不對 暗黑了 我拍到最後已經照我們攝影棚拍 或者去旅館拍 旅館 就暗黑風格 我個人覺得 旅拍啊 那個就算旅拍 可是旅拍是不是要穿得很性感 那一定得要幫我們去外拍就好了 要不要打...要不要報警 可是琴娜在我們攝影界真的很知名 他是很資深的前隊 對 真靈眼很常在拍照 連我自己都沒有機會跟琴娜合作 琴娜 對 我們都叫琴娜 琴娜哥的意思是不是 對 他的輩分很資深 所以說連你想要被琴娜拍他都不願意 他沒有邀約過我 你為什麼不拍他 馬上約 我們聯絡方式留一下好了 謝謝 因為他已經太... 沒有其實... 他現在是藝人 我們不太敢邀約了 不是 你是不是有一個經驗是說 你想要去報名 然後被嫌棄說你爆牙 有一次是有一個攝影師 在早上打電話給我 他說 珍妮可不可以來幫忙 原本他們敲好的模特兒放鳥 沒有出現 可能睡過頭 那我就化好妝 我趕到現場 趕到現場 有攝影師看我一下 就看到我有帶放大片 他說 沒有眼神 我不想拍了 然後另外一位 好嚴格喔 我就聽到喔 就是 所以因為我牙齒有點爆 但是我當下真的很想 我有準備以前我 還沒整牙齒之前 你 這是妳 所以我那時候笑 我都不露上 那是妳啊 對 那是我 好可憐喔 青青喔 這很可愛耶 對 但我真的發現 攝影師不喜歡我這一型 妳是算青青的呢 好可愛啊 很日耶 但我後來是改拍大尺度 才比較受歡迎 才闖出一片天是不是 對 看一下 我有準備我濃妝大尺度的照片 那時候我這場次是接不完的 接不完 對 我就很認知到 我穿越少賺越多這件事 所以可能他們專業攝影師 一看妳的臉就覺得說 妳可能拍不出那種 很青澀的感覺 可能要問秦大還是豪哥厲害 對不對 秦大 她是不是就是拍不出那種青澀感 不會 我覺得青澀很棒耶 另外一個 LEO是最新的嗎 對 我大概才拍三年左右 所以妳通常是拍哪一種類型的 我通常都是拍小清新比較多 那妳們自己各自最喜歡拍的類型 會是什麼 我旅拍跟澎拍比較多 對 那我喜歡拍的類型是比較 時尚一點的 那當然她會有性感 一定會有性感 要露嗎 要不要露 要露到爆 還要露到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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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到爆 所以露到多少你拍過 譬如說我們開插旗袍 要開插到那個我們骨盆槍上面這邊 對 那我們這邊這個低胸 拉到肚臍這邊 這是模特兒經過他們同意的嗎 對 是同意的 可是如果就是比如說 這邊那麼低的那個 可是她胸部比較是偏小的可以嗎 可以 對 我們是後製把它膨脹再膨脹 修徒也是這個 網外美女的一個一之一 怎麼辦 我不會很想抓妳 要開了嗎 手銬咧 會抓走 天啊 好 那今天還有兩位 很資深的那個 算是外拍模特兒嗎 不算了吧 是我們兩位啊 我們那個時候好像沒有外拍吧 我比她資深很多吧 對 憲榮是 但是我突然想到 我媽媽跟我爸爸結婚 就是因為我爸爸是攝影師 然後約我媽媽外拍耶 那個年代也有 沒有這樣子的 好慢喔 只是他們都是去公園拍啊 所以你爸媽因為這樣而相愛 對啊 這種事情有可能發生在你們身上嗎 很多很多 很多 你們有跟網拍模特兒結婚了嗎 有 他怎麼育幼子 你在我的圈子是真的比較少 通常是攝影師 他說有啊 很多很多很多 其實很多 他們會交往 不一定會結婚 但是交往的蠻多 你有交過幾個 沒有我就一個老婆而已啊 在那邊老婆 所以老婆是因為外拍認識的嗎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我是後來才出來拍照 對 所以老婆是 老婆是先認識她 然後你才出來拍照 對 然後拍完照之後就很後悔 因為已經結婚了 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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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講錯 沒有後悔 沒有後悔 那Leo呢 有交過那個外拍的模特兒嗎 沒有耶 但我有聽過蠻多就是 攝影師可能一直很常 跟那個模特兒合作 然後合作到後來 他們可能就 都喜歡一樣的東西 或一樣 談一樣的話題 然後兩個人就在一起這樣 有沒有在一起 我就要問女方比較算耶 因為通常男生覺得 我們已經在一起了 你有這種經驗過 欸 我周圍朋友很多這種經驗過 他其實根本沒有在一起 是男生覺得我們在一起了 啊 暈船嗎 有什麼意思 對你怎麼知道暈船這個詞 就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常用就是暈船這個詞 就是他也覺得 那個女生在對他放電 然後那個女生對他很好 對啊 可是 模特兒們難道不對 鏡頭放電嗎 嗯 必須的 那我們攝影師有時候拍一拍說 欸 他對我笑 他對我笑 對 他也對我笑 對 你都應該是單戀而已好嗎 對 這個不需要模特兒想清楚吧 對啊 那衣服就要稍微裸露一下 我可能幾度 對你比較好一點 腰身一轉過來 欸 他說我脫衣服耶 然後就說我戀愛了 對 好了 那切榮講一下你那個年代 有在外拍的嗎 我第一次外拍的經驗 是在我國小六年級 所以我應該在這邊 經驗最資深的 對 那是什麼情況 誰邀妳去的 那時候是我學校的老師 就有一天老師就說 而且我要拍妳 你可以當我的模特兒嗎 這麼突然 對 那時候我才小學六年級 我就喔好啊 就傻傻的 然後我那天想說 要去跟老師赴約 我還去髮廊 輸了一個蜈蚣便 把頭髮洗得很乾淨 然後前面有吹那個瀏海 然後穿得漂漂亮亮就去了 不過還好那個時候 我記得是在國父紀念館 所以是光天化日之下 而且是一個戶外的場景 所以是蠻安全的 所以真的只有妳跟她而已 只有我跟她 六年級啊 六年級耶 家人沒有跟你去 然後照片在這裡 然後老師還幫我自備一個道具 就是那個指摺的傘 感覺很骨色骨色 所以她是真的想拍照耶 對 所以後來拍了以後 那當然她就把照片寄給我 六年級耶 我也覺得很幸運 那時候就是 老師真的只想拍照 對 因為她連指傘都準備了 她連指傘都準備了 應該就是她真的 試試來試 對… 所以這是我小六 第一次外拍的經驗 然後是沒有酬勞的 但是是很… 很特別的回憶 留下一個回憶 對啊 有漂亮的照片 留到現在 所以妳後來長大之後 就直接是當那個VJ 就沒有在… 我在當VJ之前 其實我國高中 有在做一些模特兒的工作 但是當然跟可同不一樣 我是模特兒 肚臍以上的模特兒 所以… 肚臍以上 就是臉了 平面 所以我沒有什麼衣服穿搭 或者是伸展舞台的經驗 但是我記得有一次 Agency發了一個通告給我 我就說欠我你去拍照就好 然後我就好 我就傻傻去拍照 我也沒有穿得特別清涼 就是穿得乾乾淨淨的 但那時候就有一群 我那時候因為我很年輕 所以我覺得是一群大叔在拍我 可能就像秦大那時候 他的年紀是 對不起 他說 他說我還不知道是 有那個年輕大大 你不要講話 所以那時候就是有很多人就拍 而且他們拍就真的是 意猶未盡地拍 就覺得不曉得為什麼 他們拍得好過癮 然後我也想說到底要我做什麼 然後妳那時候 擺什麼特別的姿勢嗎 都完全沒有 他們就讓我自由發揮 就譬如說就是我做的 我愛怎麼擺 愛怎麼笑 他們隨便我 然後也不用每一個攝影師都要看到 沒有耶 那時候好輕鬆喔 而且那應該不是幾千塊 應該是幾萬塊錢 幾萬塊 對 但我那時候唯一的經驗是那樣子 那個年代幾萬塊 然後也是很安全的 就是全身而退這樣 沒有任何的被騷擾 或者也沒有任何怪怪的 跟我要留的電話 或者是搭訕 也沒有要求妳說 那個裙子往上拉一點 都沒有 所以 所以我這兩次的外拍 那個年代多美好啊 對 都很幸運 現在還是很多 真的在拍美照的啦 你看現在一定要拉到這邊 什麼意思啊 哪有人起包會開在這邊的 你腦中是有各式各樣的 原本是很正常的衣服 然後你把它 然後想像成怎麼樣 沒錯 我就是把它記在腦海中 對 各種 比如說上班族的衣服 你現在腦海中它會怎麼樣 天啊 然後故意剪筆啊 老闆來就掉筆 你可別示範一下正確的 沒有等一下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模特 沒有沒有 你先示範一下 正確的上班族的點筆是怎麼樣 你教我們 麻煩性感一點喔 譬如說這個是筆在掉地上 對 怎麼樣 老闆來了對不對 對 還要有老闆來了 老闆來了 老闆才會掉東西啊 你那是暴龍的 你那是暴龍的 你幹嘛暴龍都起步 我都起步 你那個起步對嗎 就是我們預備動作 譬如說這邊就是 可能它有開比較低了 已經扣掉崩開了 然後攝影師可能 就要我們的鏡位過來 然後這邊就不是可以先拍這個 對 怎麼樣是暴龍嗎 過程 這是一個過程 那這個就可以拍個一兩張的 所以過程就是一兩張 然後撿到比較多久 我這個可能要持續 可能要三十秒 慢慢撿 OKOK 這邊兇線就有了 有有 過來說是不是腰魂線 雖然我們現在沒有 腰魂線 然後這邊 後住 慢慢點 再來再來 那這個是我小腿跟高跟鞋 小腿露出來 對 慢慢撿起來 再看個鏡頭 慢慢拉起來 完全是那個人類的進化石 對 漸漸會戰這樣 對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哇這句話好老派 嗯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中文字幕+.